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三七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干线飞机 而且七三七MAX它身后只有多少订单 4000多家订单 4600家订单 全在后边等着 到现在还在后边等着 而且它波音没说要取消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但是在它改型的时候 换句话来说 一个飞机再优秀 能飞50年 最主要是什么 在737转变成737 MAX的时候 它加换了发动机 这新的发动机省油效率高 又很power 但是 我看到了一个数据 它比原来737的最新型的飞机的发动机大20英寸 它的口径大 口径将近大了半米 对 它口径大 这样的话 你还挂在翅膀下面 你离地就太近了 所以波音在生产这个飞机的时候 它就把这个发动机不能变了 这是LIP-1B 是法国跟机翼共同生产的 它现在把发动机往前挪 这样的话 它就离地的距离就会高一点 所以现在有人在质疑说 你为什么不当天想说设计一款新飞机呢 你到了96年空中巴士出了A320的时候 你也将近30年的飞机了 设计一款新飞机 我听波音人自己说 他原本787就是要取代737的 可是737居然最后结果是改造就好了 我不知道在改造里面是不是有所质疑 这就是非常常见 在近代航空器里头 时间用很长 像B-52也用了好多年 你毕竟没有安全问题 你不考虑安全问题吗 你不考虑安全问题吗 很多飞机都用了50年 很多飞机都用了50年 所以其实这个飞机 它叫737 其实737最初量200、400那种小的短的 尤其从100开始 对 100后来没有做 后来就没有了 很快就没有了 多了就是400多 400最多 那后来到了最新的最长见率是700、800 700、800 那700、800是做的比较长 所以737本来是一个很短很胖的那种小飞机 飞支线飞来飞去 那后来这个飞机把它拉长了 其实你说它是新飞机或旧飞机 其实它设计也是它的整个气动也换了很多了 其实它叫737 其实它飞机整个当然大致的气动设计还是类似 可是它那个机身加长了 那个驿展也加长了 是不是变大了 那所以它的飞机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新飞机 不过还是叫737 那看起来很像 你说法国的幻象3、幻象5 看起来都是差不多 也都叫幻象 它有没有变 它其实有变 其实都不一样 这个737也是一样 它从最早的型号到现在的型号 其实变了很多 那说这个发动机往前移 发动机往前移 737不是第一次 从最早的那个老的731 196几年那个时候 发动机已经是要往前移了 所以这个已经很早的事情 所以发动机往前移 造成这个空难 并不是直接原因 不是直接原因 那这个发动机很大 因为它的推力要大 所以这个发动机人家叫它鱼嘴 因为它那个很大 所以它底下有一个 我忘记叫什么东西了 它把它从 这发动机圆的嘛 这个发动机圆的 从底下移到旁边去了 所以它那个发动机 你看起来它不是正圆的 它底下是 它有点妥了 底下比较扁的 这样不会碰地 离地就稍微远一点 所以它那个嘴巴像个鱼一样 比较扁 那所以 所以这种发动机很大 那它的 我说大 是它那个尺寸 它里面准寒 寒道比比较高 寒道比比较大 寒道比比较大 对 所以它那个飞机 它飞机长了嘛 重了 所以它那个推力要大了嘛 所以它的飞机 那个引擎就不一样 它叫LAB引擎 LEP 那LEP引擎很大 那把眼睛往前面移了 所以现在很多就是说它又往前移了 所以飞机的机头 抚仰脚就常常会有问题 对 所以就需要装那个MCAS 大家都说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么 是怎么说 那么是不是呢 这还要再 还要再研究 因为这不能随便随便 随便 因为这个发动机本身我特别注意到 我查了一下这个发动机 这是 这是机翼公司和法国公司 对 而且现在 早 现在的A3 A320 用的是LEP 1A 现在中国正在 正在这个是飞装中的 这个C919用的是LEP 1C 1C 其实它们都是一类飞机 都是一类飞机 但是只是在POWER上 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差异 但是都是一样的东西 对 说明这个好发动机 因为航空发动 民航机的发动机 但赤字航就这么两个 对 没错 就这么两个 那个搞来搞去都是它们 那所以 747是另外一个发动机 747的发动机 是不是人家这个英国的 这个什么的了 有的就Rose Royce Rose Royce 可以互换的 对 他也互换 机翼也是在里面做的 用机翼可以用法国的 用CFM都可以 所以这些装动机 那个装上去 它的重量重心的关系 所以才装了 才装了一个 才装了一个 然后装了一个 它就要有一个感测器 知道那个机头的抚养角是多少 所以才也把那个 两个抚养装到前面 装到左右两边 那现在波音音盘 它改的就是这两个 以前是只要有一个发出讯号 说这个机头太高了 那它就会 就会启动那个MCAS 那现在要两个sensor 都同时都说机头不对了 那才会 才会那个 才会那个启动的MCAS 所以现在修改的修改 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里面 其实这里面这个机械问题 大家主要在说是什么问题呢 其实大家当时就说 按照波音的这个 当时它的市场的这个占有率 和它波音的这个本身生产能力 因为支线飞机 干线飞机是需求量最大的飞机 对 说实话大家都在 你看现在波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2018年波音的这个订购飞机里面 有5800多架 其中有4600架是干线飞机 都是737max 就说明真的需要特别大的飞机的人 也不多 小飞机的那是更小 所以大家还是需要这种干线飞机 干线飞机折旧太快了 因为干线飞机 飞机的折旧不是看它飞多少时间 不是像汽车里飞多少小时 走多少英里 飞机飞很长的英里数 它没有什么折旧 它的折旧是起降 所以在飞机买飞机的时候 它问你这个飞机有多少cycle 就是多少起降过多少次 因为飞机很新的只有两年 可能起降过一万次 那就不要你了 因为飞机一起一降的时候 飞机的什么东西 折旧呢 它不是那个激轮触地的时候 那个激轮可以换 它是整个结构一起一降 那飞机从高空的冷 一直到低空的热 高空的冷 一直到低空的热 它整个它的那个structure 膨胀收缩 膨胀收缩 你只能承受多少万次 我听说那个沙轮板 一次 都要换掉 都要换掉 就是那个刹车嘛 对 刹车每次都给换 那个东西耗水很快 因为飞机刹车 要多少厘才能够把那个飞机给杀住 对啊 那么中国大飞机 就把它杀住 所以飞机的那个干线飞机 那多短程的飞机 那起降速是多 你看那个Southwest 西南航空 它飞机多短呢 一起一降西南 它飞机都飞得很旧 都飞得很旧 所以他们需要 所以现在当然了 因为飞机实在太昂贵了 我看那个73G MAX 平均的价钱是一亿一千万 平均价钱 也就是说稍微要讲究一点 你如果沙特订货 可能要一亿五万 一亿九万 埃斯尔美亚可能就可能八千万九千万 就是买车一样 对啊 没错 就是洋春车还是说配置怎么怎么样 对 但是就是说换句话来讲 对 这么昂贵的飞机 最主要是生命问题 对 其实说起来啊 这么多年了 波音摔下飞机的次数 可能还不到一个月 我们洛杉矶高速公路车祸的 这次数多 对 可是问题是一次就一百多 一次就一百多 问题是飞机的事故没有生还的 对嘛 而且人数一次就很多人 而且 对啊 那不像车子的话 那个初几次是可能死的没有多少 是 也不是说没多少 2018年我们美国因为车祸死了八万人 因为次数多嘛 次数多 所以我们美国不坐飞机的人 这个死的人数远远超过坐飞机的死的人 对 所以人说飞机还是一个安全的航空器了 对 当然了 波音这个问题呢 其实大家除了对它的这个本身生产本身来讲 大家有一定的顾虑 换句话来说 就像您说的 现在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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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行装置有那么多sensor 你怎么能保证的sensor不换呢 我记得原来我前面那车就特别多的sensor 我拿到一个改造二价换个电池 他说我不给你换 你拿到你的4S电 到你的那个自己的那个那个电里去换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我一换那个电池 那sensor都不同了 对 都完全重新重新resight 对对对 他说我不知道怎么给你resight 他说你就去到你的 所以我估计飞机啊 飞机更复杂了 恐怕更复杂了 对 他需要感知的东西太多了 对对 而且现在七八七 连我们窗户那个亮度都感知了 对对对 所以我做七八七的时候 我说以前七八七还不是 以前我记得在日本第一次做七八七还不是 现在的七八七 有时候他想控制了 你都控制不了 而且你要控制的时候 你只能控制你一个人亮度多少 可以啊 你可以有个按钮可以控制 对对对对 后来我发现可以按了 是我 他说大家睡觉 大家都睡觉了 anyway 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重要的问题是在于说飞机 因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航空器 另外一个太昂贵了 对 再一个这么多条生命交给你 对 就你们这三个飞行员 对 把大家一百多条 两百多条 像A3 那三八零恐怕到五百条生命都在你手上 嗯 除了我们飞行员之外 我们的制造厂商 对 真应该对大家的生命辅助 嗯 所以波音这次事故 大家其实比较关注的 就是说 你有没有从飞行安全的角度 嗯 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美国在过去 不要忘了哦 波音在2008年波音的市值多少 您知道吗 200亿 200亿 对 今天多少 对 在跌飞机之前2600亿 对 对 有什么特别的特别改变吗 对 没什么特别改变 对 这就是什么 追逐市场利润 对 所以大家就说 你是不是在追逐市场利润的时候 你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这就为什么国会一定要这么调查 对 所以这一次有很多人嫌疑 他因为他要跟空客的320要来竞争 他要赶快把它上市场 所以他把中间的很多程序都免掉了 所以啊 包括飞行员 陈先生 我们先休息一下 都是 回来以后就这个问题 我们再请调陈先生 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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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